過往兩三年 心裏每個人都很亂 如何消化整個大環境 2019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很需要面對人性的軟弱 我覺得這個展覽 能夠給予一個空間 讓人去經歷這些事情 當你經歷了之後 你也會多了一點的提醒 帶回你的生活裏 它可能就成為了一個新的種子 可以慢慢傳播開 我想藝術品除了一件放在這裡不動 你也可以使它動 但如果你再加入多一些技術 可以與觀眾有些互動 這個就多了一個Dimension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和平 如果作為一個哲學或神學的理念 是很遙遠的 但我相信透過科技和藝術 其實能夠讓同學和公眾看到 這件事可以很貼身